Hello Hello 各位 今次繼續和大家說說新冠疫情之下的佛山 上一次和大家看了工作日時的情況 今天是端午假期 來到祖廟商圈 看看這些傷害體的情況 看看這個情況如何 可以看到這個路口沒有很多車 如果是過往的節假日 這個路口基本上都會塞車 塞到比較厲害 現在就比較安靜 這個區域有幾間商場 我選擇兩間比較新的商場 看看是甚麼環境 首先就是這間柏頓城 這個商場平時都不是很多人 現在看到的人都不多 還有這個商場其實很厲害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商場開在地鐵口上面 但開在地鐵口上面的商場 客樓居然是比較小的 你說它又不是很厲害 那這個商場最旺的地方就是 這間吉之島 這幾天就在吉之島 在這裡做一些促銷優惠 去看看是否多不多人 其實這間吉之島 它做的那些促銷的日子 其實都蠻貧的 有時候大促銷 小促銷 甚麼都有的 人呢其實還可以 但不算是很多人 好 接著就換另一間商場去看看 過去對面那間靈南站 那間靈南站再看看 咦咦這裡有點不一樣 現在這一層是地掉了出來 看到其實人都不算少 都幾多那些年輕人 年輕女 在這裡 那這裡 這一層 都幾多那些賣飲品的店 有賣食的店 看到了 有些店就沒什麼人 有些店都還在排隊 好 現在換去另一層看看 這一層其實都是比較熱鬧的 因為這裡有些小米 華為啊 在這裡 還有一間Nego 都幾個熱鬧的 繼續上去看看 就看到了 其實一層就比一層小人 來到最高這層 六樓這裡 其實這層平時都比較熱鬧 因為有一間比較大的戲院 一間UA 在這裡 還有這間聖花客 那就加一下 堂食又沒有啦 那些群體性聚集的場所 好像什麼鬼的戲院啊 健身室又不給開 那這一層就可以切底關了 那就是商場那裡 一間嶺南站那裡的情況 大概是這樣的 下去 下面那一間超市看看 是怎麼樣 這間超市就是 BLT 貨啊 環境啊 都會比吉吉島好很多的 我自己都經常過來這裡 那看到啦 人其實都算OK的 都幾多生意 這樣就看下去 不過呢 就看到了 做熟食的那些 即是試食的那些位 其實都關了 把牌拿出來說 不可以試食不可以做 看下去這裡 大志雄平時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就跟著那個去後面那個新天地那裡 看一看是什麼環境 那唐石那些店呢 就全部都關了門之後 這裡就 正經經 比下午來的時候 更加靜了 都看到了 這裡就好像 停了電一樣 基本上就是 只有那些路燈在這裡 那就應該 說得上 新天地這個區域呢 就是受那個 新冠疫情影響 最大的地方 其實按照以往呢 那些節假日的時候呢 這裏都是會迫爆人的 現在就看到了 冷冷清清 就只有那些人在這裡散步 那就 說一說 其實 到今天呢 就今天 佛山的這個 已經是有 一個禮拜 是沒有了這個 新增的個案 其實都 我估計應該差不多 都可以開回這個堂石了 不過 它那些 風控管控措施呢 其實應該就 還沒有這麼快 應該是要等廣州那邊 搞定了才可以開回的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 佛山和廣州 兩個城市 就不黏得太近了 你在祖廟那邊 乘地鐵 過去廣州呢 去到荒村那裡 其實45分鐘 就什麼都去得到 了